极乐世界没有时空位置 没有时机 就是过去未来 你都看到 没有空间 距离没有了 再远的距离它就在面前 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你清静一切祝福如来 十方世界 不费吹灰之力了 没有举足之劳 也不都不要动 十方佛都在面前了 寄生幸运 更持佛好 变得独特 真心 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 信心不足 他有怀疑 为什么有怀疑 理事了解不够透彻 所以佛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 帮助大家断移身心 如果真心了 真心了可以不要听经了 也可以不必念经了 要知道啊 佛讲经那个目的 是帮助我们断移 才生心 断移身心之后 你真发愿了 你晓得这个轮回真苦 不能再干了 以往在轮回里 干了这么多年 那个年都无法计算了 论结束算了 无量结了 苦不堪言了 现在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今天遇到这个机会 决定可以出得去 依照这个法目的 真能超越 这个机会 得了不容易 前前盆及前巨师讲 稀有难逢之一日 前面讲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 你今天遇到了 你能够抓到 你今天就成佛了 变得度脱 度脱是 永远脱离舍法界 不但是有道 脱离舍法界了 极乐世界 不在这舍法界里头 叫恒舍法 身比过矣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看 见佛文法 这无尚无 这是我们念念 祈求的 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同时 见到 舍方三世 一切祝福 弥陀佛音上 诸位授持的 都是 旧摩洛世的一本 这个一本讲 六方符 玄庄大词的一本 是十方符 无量寿 经上讲的是 舍方符 舍方三世 一切祝福 你都见到了 为什么 极乐世界 没有时空 这个为次 我们这个世界 有时空为次 极乐世界 没有时空为次 没有时间 就是 过去 未来 你都看到 没有空间 距离没有了 再远的距离 他就在面前 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你 清静一切 祝福如来 舍方世界 不费吹灰之力了 没有举足之劳 也不都不要动 受放佛 你都 都在面前了 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 还没到 还没达到 我们现在 用这个电视屏幕 可以 看到 远方的 这个 这个 景象 也如同 对面前 可是他平面的 他不能走出来 跟我交谈 西方世界 是真的 就面对面 只有我们说科学 跟极乐世界相比 还差得很远很远 所以我是不断鼓励这些科学家 要到极乐世界去留学 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 那真了不起 得要向他学习 见福 见福什么好处 听佛说法 说法我们就开悟了 得无上悟 无上悟 究竟圆满的开悟 那时候 明心见心 见心 成福 所以到极乐世界 成福很容易 你的机会太多了 你天天都接触 无量无边 祝福出来 你去供养他 去礼拜 修福报 听经开智慧 到极乐世界干什么 就干两种事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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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